在前面呢 我们讲了这个第一个 就是马克思啊 他通过这个博士论文 开始对感性的人进行探讨 那么那一个探讨呢 他主要在哲学层面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自我意识的批判 揭示了这个 就是建构了一个 建构了一个这个 怎么说明这个人的 一个不同于这个鲍尔的 这样一个哲学框架 怎么样就是说通过 强调这个感性的人的 他的形式和资料的统一 然后来建构一个 这个说明感性能的这样一个 开放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第二一个对感性能的活动的 一个深入探讨呢 是通过后来的法则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 和人类学的研究 最后完成的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看一看他在这个政治批判当中 他的政治批判当中 马克思获得了什么样的内容 获得什么内容 就是说也可以说呢 政治批判对于马克思的实践 唯物主义的创造 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在这样一个创造当中呢 首先呢 马克思就说第一个啊 就是对哲学的本性 进行了一个说明 哲学的本性做了一个说明 所以呢 这样他的政治批判呢 可以说对哲学的自我批判 对哲学本性的一个自我批判 构成了马克思政治批判的 第一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哲学与批判 哲学与批判 就是说对哲学的这样一个批判 对哲学本身的批判 马克思呢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要求哲学走向现实 那么而哲学要走进现实呢 首先就要对政治和宗教进行批判 对政治和宗教进行批判 那么这一点 就是说对政治展开 公开的直接的批判 是马克思能够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 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批判和青年黑格尔有什么区别 青年黑格尔派也是要强调哲学的批判 宗教的批判和政治批判是一起的 但是青年黑格尔派是力图以宗教批判 政治批判来 哲学批判来完成政治批判 也就是说他不是公开的进行政治批判 不是把政治批判作为自己直接的一个目标 哲学的一个直接的对象 而是想通过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 来实现或者说完成政治批判 那么和这个青年黑格尔派不同了 马克思是以直接的政治批判来实现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 那也就是说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一种思变的水平上 而是建立在现实的水平上 也就是说你的批判 这个不管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马克思 都强调要把政治批判 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把它结合一起 这是当时德国哲学提出的论物 但是如何实现这种批判呢 所以他们的路径是不同的 在青年黑格尔派呢 那儿呢他们想通过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 来就说来完成政治批判 那也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以思变形式 在一个思变形式里面呢 完成他的政治革命 完成他的政治革命 而马克思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 就是说他是直接的从政治批判 想通过政治批判来完成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 这样呢马克思就把他的批判 立足在现实的基础上 现实的基础上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观点 这样一个不同的这个路向 决定了马克思对哲学本性的理解 那么这个理解呢 我们可以把它开阔为三点 开阔为三点 第一个呢 马克思强调哲学是时代的 强调马克思啊 马克思强调哲学是时代的 所谓马克思说的哲学是时代的 也就是强调的 也就是说哲学它具有时代性 哲学具有时代性 那么马克思说的哲学的时代性呢 它包含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 相互作用的方面 一个方面呢 是哲学家把自己时代 把自己时代 自己人民的最美好 最珍贵 最隐蔽的精髓 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也就是说 它要把这个当时的思想 这个能不能思想的一个精髓的东西 提升到哲学里面来 提升到哲学里面来 这样呢就使哲学啊 具有时代的内容 那也就是说 任何哲学都应该是时代的哲学 它必须要提念这个时代的内容 当然这个哲学提念时代的内容 它不是说 是把时代的所有的内容 一些材料性的东西拿入进来 而是要把这个时代当中 最深刻的那种精神的东西啊 把它提念到哲学里面来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强调哲学的时代性呢 是指哲学 这个 来现实的改变世界 就是说 哲学啊能够改变世界 把这个现实世界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更高一级的水平 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就强调什么呢 哲学啊 不仅要开阔世界 也就是反映世界 同时呢它还要改造世界 这就讲了这个哲学的啊 这样一个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功能 那么这是马克思的第一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表达了一个什么思想呢 就是说哲学要走进现实 哲学要走进现实 这个和这个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啊 是根本不同的 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 就是说哲学啊 它是不需要走进现实的 哲学刚好是要悬置在现实之上的 而不能不要走进现实 那么马克思在这个观点提出来 哲学是时代的要求哲学啊 和现实相联系 而且要走进现实 那么既然哲学要走进现实 在这一点上啊 马克思曾经啊 就是说讲了 就是说讲了很多啊 就是说包括这个 就是说哲学要走进报刊 要走进这个沙龙 就是说走进人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啊 各个方面来发挥作用 那么这样一个发挥作用 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说哲学和宗教有什么区别 如果哲学也需要有它的大众性 就是说也需要走向社会的话 那么宗教无疑是在社会当中 影响是最大的 影响最大的 那么马克思就说 当你说哲学要走进世界的时候 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哲学和宗教 它们在走向世界的时候 在这个大众化的里面 到底它们的作用有什么区别 到底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呢就作了一个区别 他说这个哲学啊 它本质上是批判的理性的对待外部世界 哲学啊是批判的理性的对待外部世界 而宗教呢是使人麻痹 就是说宗教只教给人去信仰 去信仰 去盲从 但是呢哲学就教人了理性的对待世界 理性的对待世界 而不是崇拜这个世界 盲从这个世界 所以这是哲学啊 对这个和宗教啊 在大众化的当中的一个区别 那么第三个呢 它强调第三个观点呢 它就说哲学啊 是崇尚人的自由理性的 这是对哲学本质的一个规定 哲学是崇尚自由理性的 而不崇尚实证的事物和人的自然本性 那么这个呢强调了哲学和自然科学 历史学等科学的区别 就哲学啊和其他的学科有什么区别 它应该是人的自由理性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马克思是从他写博士论文或者更早的时候 他之所以去研究哲学 就是强调哲学是高于其他学科的 他就是探讨人的自由理性的 所以他最初啊在探讨 在研究这个法学的时候 他一开始就是到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 他都是选秀的法学 因为他的父亲是律师啊 那么也要他学法学 但他自己就深深地感到 如果不学哲学 那么法学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法学解决不了的 所以我要研究法学 要研究历史学 研究革命学科 你要去解决这个学科里面的问题 那么你必须要需要哲学 如果没有哲学 你是不能解决你所面对的问题 即使是对面对待这个现成世界 你要解决它的问题 也需要哲学的这样一个思维 哲学思维 那么这个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自由理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一方面 就是马克思强调哲学和现实的联系 另一方面呢 他又不把这个哲学啊 和其他的学科和现成的事物等同起来 而强调哲学在人的自由理性 就是在讲人的自由理性 在思维上 对社会的 对这个现成世界的 这样一个考察批判上 它是高于现实的 它是高于现实的 这样呢 他就把哲学的功能啊 就从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本性啊 就通过这个三个方面啊 散发了 可以说是他自身对哲学的一个定位 那么马克思就从他自己 对哲学本性的这样一个规定当中 提出了政治批判 和宗教批判的论务 提出了政治和宗教批判的论务 所以他对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呢 是从他对哲学的本性的理解出发的 本性的理解出发的 那么我们看一看 马克思是怎么来实现他的政治批判的 政治批判的 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呢 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 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个呢是探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呢 我们说了在这个 克罗斯拉和这个地方啊 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时候 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 就是说来清理自己的思想 对黑格尔法哲学展开批判的时候 他就着重读了这个黑格尔的 精神像学里面的 就是这个法哲学里面 咱们这个国家这一个部分 国家这个部分 那么在这个国家这个部分当中呢 马克思就发现了 就是说黑格尔啊 他颠倒了这个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 他把这个国家当作市民社会的真理 就是说在那个时代 当资本主义兴起的这样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家 就是说任何一个在这个时代的哲学家 都不可能不看到市民社会 不可能不看到市民社会 但是怎么样说明市民社会 怎么去找到市民社会的根据 那么这个呢 在不同的思想家那儿呢 他是有不同的观点的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马克思刚好和黑格尔相反 那么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呢 就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活动的主体 市民社会是国家活动的主体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那么马克思在认证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从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啊 来认证这个问题 那么从逻辑的层面上 那么马克思就认为啊 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呢 他说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根据和动力 就说市民社会啊 是国家的根据和动力 他第一个观点 他就说从逻辑上 就也就是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根据和动力 就说不是这个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而是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 决定了国家 那么这个认证 它是如何可能的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啊 它是如何可能的 它是怎么样得到的 那么马克思呢 做了一个历史的考察 所以他从历史的层面上啊 也对这个问题呢 进行了一个考察 在历史层面上呢 马克思考察了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过程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过程 就是说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 它不是一开始就有了 而是历史形成的 而是历史形成的 也就是说在古代社会 在古代社会 也就是说前资本主义社会 市民社会不发达的时候 国家和市民社会 它是不对立的 也就是说你市民社会 是从属于国家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不到市民社会 因为它本身就是国家机体 整个国家机体的一部分 所以你是看不到它的 那么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 是怎么造成的呢 他说因为市民社会的发展 造成的 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发展 就是说市民社会发展起来了 那么呢 这个发展起来了以后 那么他就看出来 他和国家是对立的 国家是政治的 而市民社会是社会的 这个时候啊 马克思还不知道 就是说在这个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的时候 还不知道这个市民社会 应该到哪儿去寻找 到哪儿去寻找 但是呢 他看到了 就是说通过这个历史的考察 我们说了 他研究了这个历史 私有 我们前面讲了 包括对私有制的研究 那么这个私有财产的出现 然后能不能所有制的关系问题 那么这样一些 特别对所有制的这样一个研究 他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 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市民社会的兴起啊 它是怎么产生的一个什么 关于社会的和私人的领域 它形成了 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人啊 他不是从属于国家的 他不是从属于国家 这样人在这样一个分裂的状况上 作为政治 就是说国家作为政治 他富于人的 人的这样一个职能是什么 他是公民 他是公民 比方说他是按照法律的 我们都有这个 这样一个公民权 是吧 有投票 有选举权 那么这样一个身份呢 你是作为公民的身份 作为公民的身份 但是市民社会的发展 市民社会发展 它不是以公民的身份出现的 而是私人 私人表现的是什么 是个人 我在这个社会啊 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个人 他是他表现出来的 表现出来的 所以马克思说 你这个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呢 如果市民社会不发展 国家和市民社会不可能分裂 而随着这个现代社会的发展 市民社会发展起来的时候 他就和国家对立起来了 也就是说使人们看到 在你这样一个政治公民的 这样一个身份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这就是他的所谓一个社会的人 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人 不是一个公民的人的 这样一个存在 所以这样呢 他实际上能什么 他是有这个公民 他政治和社会 公民和私人 他这样一个两重性的 这样一个出现了 马克思说 刚好是市民社会的发展的 这样一个结果 由于市民社会的发展 所以呢 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国家的发展 使国家开始由政治国家 变成了现代国家 变成了现代国家 那么马克思说的 政治国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 也就是说 这个社会当中 国家是唯一的 所有的活动都是由国家决定的 所以政治就是一切 政治就是一切 就是说整个国家经历了 马克思认为经历了一个 由政治国家到现代国家的演变 而从政治国家演变到现代国家呢 他当中隔着一个什么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 也就是说 正是经历了一个国家和市民社会的 这样一个分裂的过程 所以市民社会的发展呢 改变了政治国家 使国家呢 过渡到现代国家 过渡到现代国家 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分裂的过程 一方面呢 这个分裂是由市民社会造成的 另外一个方面呢 国家去掉它的政治职能 就是说 改变国家的这样一个政治 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使国家呢 就是说成为现代国家 就是一个和市民社会 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的 这样一个现代国家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 它也是由市民社会决定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 在从历史上看 从这个政治国家到现代国家的 这样一个发展 这样一个发展 那么完全是由市民社会决定的 就是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这样一个历史的考察 实际上得益于马克思的 对历史学的研究 特别是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 法国革命史 因为德国当时还没有呈现这个过程 它还在可以说 处在政治国家 这个国家和市民社会的 这样一个分裂的这样一个阶段 还是在一个分裂的阶段 远远没有完成到现代国家的 这样一个转变 到现代国家转变 那么首先实现这个现代国家的 实际上是当时的法国 当时法国 法国通过大革命 开始建立这样一个现代国家 所以当时马克思 马克思研究这个法国大革命 对他的思想的发展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实际上他研究了一个先进的国家 通过这个先进国家的 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看到了德国未来的一个前景 德国未来前景 考察了人类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所以在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考察当中 历史考察当中 马克思就看到了 这样他就把他的这个 整个哲学的这样一个基点 进到了市民社会上 那就是说 从对国家的批判 进到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 提出了批判市民社会的这样一个论务 这个是什么 这些地区的批判市民社会的批判市民社会